红酒,你一个星期没更新了,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呀 哎呀,咱这不就来了嘛 上期咱们说到,任天堂和索尼都在2004年推出了自家的新款掌机 NDS和PSP 虽然NDS在性能上远远落后于PSP 但是通过独特的设计,低廉的价格和老少嫌疑的全年龄游戏意外的大受成功 但是NDS的初代机实在太丑 而且NDS很快就遭到了破解和模拟器开发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述NDS的历史 上期我们说到NDS对PSP在销量上取得了重大成功 但是事实上其实严格来说NDS和PSP都不是一种类型的变形设备 NDS的定位很明确 我除了打游戏就是一些日历闹钟之类的功能 就是纯粹的游戏机 但是PSP不一样 它是一款涨上多媒体设备 不仅可以玩游戏 也可以看照片看视频上网 甚至可以通过机身上的USB接口扩展 诸如麦克风摄像头之类的硬件外设扩展它的功能 除了没有安装第三方APP的功能之外 可以说PSP在当年根本就是堪比智能手机的存在 而且在PSP后面被破解之后 经过许多开发者的共同努力 PSP还开发出了很多自制软件 PSP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变成了接近于iTouch这类的 不可打电话的智能MP4的类型 正是一位此类特性 才使得PSP虽然在关注游戏的日本欧美市场 远远不及NDS 但是中国等少数发展中国家 PSP的风头远远超过NDS 那所以红酒你花了这么长时间吹PSP 这和我们的NDS发展史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 各位想想 作为一款竞争中的失败者 销量只有六七千万的PSP都有这么多花样 那么作为销量1.5亿的胜利者会没有花样玩吗 当然是有的 而且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PSP通过它强大的硬件能力可以在软件上玩花样 NDS通过硬件玩花样 因为NDS和后来的NDSL都保留了对GBA的兼容能力 有保留GBA卡槽 所以当时很多在GBA上面使用的奇奇怪怪的外设卡 NDS也能兼容一部分 比如上一期提到的GBA烧录卡 因为NDS的硬件内部都是互通的 所以部分GBA烧录卡甚至可以直接把NDS游戏烧录进去进行游玩 不仅可以玩游戏 任天堂横金还专门为GBA推出了一款叫做播放军的卡带 可以通过外接SD卡放NP3或者视频 这一操作仿佛为各路第三方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于是后来很多的烧录卡也都集成了多媒体功能 因为GBA本身的硬件不迟迟播放视频 所以音频和视频的解码都是由烧录卡内部的硬件完成的 所以这类烧录卡会贵一点 比较有代表性的此类产品就是GBα加的N3烧录卡 硕大的卡身插入机器之后还会突出一截 NDS的硬件会强一些 所以在后来NDSL发布大热之后 不少厂商推出了专门适配NDSL卡朝着形状的烧录卡 或者扩展卡 GBA插不进去 总而言之 因为当初GBA实在一统江山 所以市场上所有的开发资源都向GBA倾斜 所以GBA在短暂的数年的时间里 有很多奇奇怪怪 但是有很有趣的外设 NDS继承了这一优势 虽然说绝大多数玩家并不会选择它们 但毕竟是一种选择的机会 既然都聊到烧录卡的范畴 我们也来好好聊聊GBA到NDS这一段过渡时代的烧录卡 因为NDS接踪GBA 所以GBA的烧录卡也是无缝对接NDS早期时代的 现在的玩家一说到烧录卡的工作方式 就像是个U盘一样 把游戏扔进TF卡里 然后在机器里安装一遍 或者像NDS这种直接扔直接玩 总之还是比较方便的 当初的烧录卡根本没有这么方便 让我们取个例子 之前红酒在3DS发展史里面提到过 3DS最早的实用烧录卡Gateway 最初是模拟正版的机制 于是一张TF卡只能塞一个游戏 你要玩几个游戏就得背几张卡 就是天皇老子来了 你用了一TB的TF卡 也只能烧一个游戏进去 而且烧录之后到格式化以前 剩下的空间都不能用了 换游戏就得把卡换TF卡 后来的SKY 3DS烧录卡 甚至还有一张烧录卡 最多十个游戏的规矩 这个是厂商故意的 是不是觉得很不人性化 在GBA到NDS的过游时代 玩烧录卡那是更加麻烦的 玩家和厂商当时面临四个问题 容量问题 格式问题 引导问题 和刷机问题 首先就是容量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和价格问题是挂钩的 早期的GBA烧录卡 大部分是直接在卡里集成固定容量 使用了老式的闪存颗粒 体积很大 容量从128MB到2GB不等 但是当时闪存贵得不得了 在2005年那会儿 容量达到GB级的U盘 就能卖好几百 烧录卡因为功能特别 价格还会更贵 拿个几百块钱的烧录卡 却只能玩游戏 不能用来日常存储 感觉会有点亏 不过在GBA时代 占大头的还是盗版卡 而不是烧录卡 成百上千的烧录卡 当时是破解玩家中的人上人 才消费得起的 那个年代 很多盗版商是直接推出 固定游戏的盗版卡带 流到市场上 一般只要几十块钱人民币 一般的普通玩家才能消费得起 额外提顿 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 好像很多地方的GBA盗版卡 都是卖98块钱人民币 当时任天堂掌机的国行 是神游公司的神游机 在不少大城市的商超里 还有实体店 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神游国行游戏很少 所以神游实体店 免不了在柜台里 自己卖盗版 盗版GBA的游戏价格 很多神游实体店 就是98块钱一张 后来随着内存卡概念的流行 SD卡和CF卡 伴随着胶卷相机 改数码相机的春风 吹到了市场上 烧录卡厂商们顺时而动 推出了不内置容量的烧录卡 有效降低了造卡成本 也给很多盗宝玩家一个当后浪的机会 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力 选择的权力 容量解决还有格式 引导和刷机问题 引导问题是破解界基本绕不开的步骤 就是用正版欺骗机器 认证之后再换成破解游戏进行游玩 早期NDS烧录卡 基本上是在NDS卡槽 专门整个硬件引导器解决的 接着是格式问题 当时市面上烧录卡 大部分是GBA卡槽的烧录卡 用的格式是GBA后缀格式 在NDS发售之后 诸如Supercard EasyFlash GBalpha等烧录卡厂商 都陆续推出了同时兼容 GBA和NDS的新产品 这些新产品都有烧录卡官方 专门开发的工具去刷格式 把DUM出来的NDS格式 转换成烧录卡认得出来的GBA格式 就可以烧录机去游玩了 那那些老卡呢 老用无语狗不得入内吗 于是后来网上出现了一款 名叫GBAPatch的转换软件 可以让一些老烧录卡 也喝上最后口汤 不过兼容性没有官方的工具好 那也是肯定的 最后就是刷机问题 可能观众看到这里第一时间想的是 刷的是烧录卡本身吗 呃不是的 就是NDS本身 什么 NDS不是系统都不能升级的吗 这种非自动机也能刷 是的没错 还是要刷的 而且是硬刷 就是拆机之后用铅笔 或者铁丝之类的导电材料 短接主板的特定部分 把破解版的固件刷进去 之后才能玩 顺带一提 神牛机本身的系统也是不能玩破解的 如果要使用这些早期烧录卡 就要把系统刷成日版或者欧美版 就可以玩破解了 代价就是 中国系统没了 以上这些就是最早期的NDS破解了 说白了 它们都是先行者 都是对于NDS破解道路的探索 在使用操作上多有不便 不过成熟 那么问题来了 任天堂不着急吗 这个时候的任天堂 还真的不是那么急 因为2005年的时候 NDS的游戏卖得很好 任天狗是第一款突破百万销量的NDS游戏 而且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 脑锻炼这款意志内锻炼记忆力的游戏 都突破了百万销量 2005年11月 日本当月的NDS销量为28.7万 此时NDS在日本的硬件销量 已经即将突破400万 这已经超越了GBA的同期水平 NDS已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掌机了 但这只是传奇的开始 为了年末圣诞节商战 10月底任天堂还拿出了动物之身 12月还推出了脑锻炼的续作 还有马聊赛车DS 这三款游戏的影响力绝对是无敌级别的 前面提到过11月NDS销量 单月28.7万对吧 12月的销量高达 183.5万 NDS完成了一项壮举 单月销量突破首发销量 在此之前只有Pokemon带动Gameboy才出现过 正常来说 游戏和游戏机都是首发的时候 疯狂的卖一波 后面通过游戏的推出奇奇福福的销售 NDS首发单月销量132.7万 已经很高了 2005年12月直接突破了这一数字 前面提到的任天狗 脑断链等这五款游戏最终生涯销量 全部都超过了一千万分 与之相悖的 PSP生涯一款销量千万的游戏都没有了 截止到2014年最高的游戏是GTA自由城故事 700多万 而NDS销量超过GTA自由城的游戏有足足13款 顺带扩展一下 PSP销量过百万的游戏只有56个 但NDS销量破百万的游戏有133个 回到正题 这些轻度游戏因为老少嫌疑 而且掌机游戏的价格一般都因为开发难度比主机游戏低 所以售价会比主机游戏便宜一个档位 所以个个都卖爆了 NDS初代级的销量已经增长得非常迅猛了 但是传奇才刚刚开始 2006年初任天堂公布的NDSL 日版将于2006年3月2号正式上市 全体起立 各位观众 请全体起立 如果NDS家族是世界上迄今为止销量最高的涨机系列 那么NDSL是世界上迄今为止销量最高的单型号 NDSL一改NDS初代傻大黑出的造型 外观整体变成了一个边角圆润的方块盒子 而且创造性的在外壳处使用了亮面材质 整机的效果晶莹剔透 在减重瘦身的同时还变得更加的美观 音质方面换用了全新的喇叭 同时将麦克风放置在转轴中央 变得更加直观 机身内置的手写笔从纵向收纳改为横向收纳 笔声更长 最重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按键和屏幕上 按键方面 NDSL是NDS家族中 唯一一款使用导电胶而不是锅仔片的机型 又有更长的建成 屏幕方面 之前的NDS初代为了节手成本 上下屏采用的是同一型号 结果上屏的厚度很厚 梯形上盖最后成为NDS被批评很丑的罪魁祸首之一 NDSL吸血这方面教训 上下屏采用了不同的型号 上屏因为没有触摸功能 所以定制了比较薄的面板 而且NDSL终于可以调整屏幕亮度了 而且NDSL依旧保留了GV卡槽 依旧包含向下接融功能 因为任天堂发现不少用户 都不怎么用GVA卡槽 存完NDS游戏的用户 可能长时间不用GVA卡槽 导致机灰容易坏 卡槽空着也不美观 于是NDSL标配了GVA卡槽防尘塞 如果要说NDSL有什么缺点的话 那就是充电器了 之前NDS初代使用的是 和GBA SP GBM同类的充电头 NDSL换了充电孔 旧版的充电器不兼容 换口没什么 关键是后来到了NDSRE上面 任天堂又换了充电孔 而且之后的3DS家族也计常了下去 也就是说 NDSL的充电孔是独一档 不管是老玩家还是日后的新玩家 回来体验NDSL 还得多备一套充电器 很不方便 不过管他的 买就完胜了 为了给NDSL保驾护航 任天堂终于翻出了压箱底的纠集大招 新超级玛利奥兄弟 还有Pokemon 珍珠钻石 新超马5月上市 珍珠钻石9月底上市 炸了 NDSL于3月开外 NDS在此之后逐渐缩减产量 并于06年底停产退市 2006年8月 NDS家族在日本销量突破1000万 此时NDS上市只有20个月 是迄今日本销量过千万最快的游戏机 算上主机也是最快 突破千万之后 珍珠钻石又为NDSL拱了一把火 只过了一年 2007年10月 NDS在日本的销量突破2000万 同时全球销量突破5000万 已经彻底把PSP甩在了背后影子都看不见了 而且难等可贵的是 一般来说销量特别大的机器 总是伴随着一些硬件质量上的大规模问题 NDSL除了部分机器转轴用久而会有裂缝之外 并没有什么严重影响使用体验的问题 也算是极为难得的 讲了NDSL的硬件和销量情况 NDSL的发售也引发了烧路卡界的一波狂潮 2006年到2007年的烧路卡界竞争非常激烈 和3DS时代的一超多强不同 NDS时代前前后后世界各地 起码有几十家烧路卡厂商打成一锅钟 从坏处来说就是各路烧路卡厂商 为了维持自己产品的竞争力经常迭代 从GBA卡槽的Slot2烧路卡 换到需要刷机的NDS卡槽的Slot1烧路卡 再到最后的三缅烧路卡 前前后后换了好几茬 从大方向上 这段时间的烧路卡差异点就是 做工兼容性功能性 现在很多玩家接触烧路卡是3DS时代 其中还有一部分为了3DS玩NDS游戏 还会准备一块NDS烧路卡 这些NDS末期到3DS时代的烧路卡们 经过了数年的打磨 在做工上都已经比较成熟 而NDS上市前后那段时间的早期NDS烧路卡 做工的处时称施不齐 有些是边缘有毛刺 有些是太厚 插拔的时候可能会卡在NDS卡槽里 有些是TF卡槽没有弹簧 用指甲拔等等 在体积方面 最早的NDS烧路卡都要引导 Pass Me装置 或者刷机 刷入Flash Me 引导的缺陷一无了然 就是丑 而且待会怕给碰掉 刷机的缺陷就是要经常刷新的版本 以保证对新游戏的兼容性 后来在NDS要发售之后不久 出现了和NDS正版卡大小一致的烧路卡 当时叫做真卡烧路卡 代表性的早期作品就是DS Link 和后面的Ninja DS和AX卡等等 接着是兼容性 兼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盗版游戏的兼容性 直到2009年前后 NDS走向生涯末期之前 事院几乎没有一张卡 敢拍胸脯把包票说自己真能完全通知所有游戏的 因为即使原版游戏你能兼容 各类经过改造的汉化版游戏可能就会让一张大厂烧路卡阴沟翻船 一般通行的做法是 在一款烧路卡出厂上市的时候 厂商就会在烧路卡里准备好一份兼容名单 打个比方 就是这款烧路卡是2006年12月出厂上市的 对吧 那么厂商能保证说在此前发售的游戏基本没问题 后面新出的游戏呢 运气好 就兼容 不兼容的话 要么是给烧路卡打补丁 要么就是用工具在电脑上给游戏文件过一下兼容工具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只好建议你换一张烧路卡了 放到现在这种烧路卡厂商肯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啊 对吧 但是当时业界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消费的盗版玩家本身也没有此类概念 所以当时烧路卡界的游戏规则大抵是这样的 不爽不要玩 除了游戏的兼容性以外 另一个让玩家如梗在喉的就是烧路卡 对TF储存卡的兼容性 这就完全是一个玄学问题了 可能同样是两级的TF卡 三星人就认不出 金斯顿却没什么问题 威刚的进游戏要卡一回 闪敌就丝翻顺滑 总而言之 最后金斯顿相对来说 因为较好的兼容性 名头也就是那几年被吹响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假冒的金斯顿产品 搞到最后消费者看到金斯顿就马爪 想买 但又不敢 很是纠结 接着是功能性 在级别烧路卡时代 只要一款烧路卡有一技之长 比如说能够放个视频啥的 哪怕游戏本身兼容性一般都可以拉出去卖了 因为这个功能别没有 你先有 有这个需求的玩家就得找你 到了NDS时代 玩家和厂商都习惯了容量匮乏的苦日子 当时思想还没转变过来 以至于当初有烧路卡实现的封面图显示 这种如今最基本最普通的功能 在当初玩家圈子里都能引发轰动 可是随着NDS销量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程序员为NDS编写的自制软件 而且是用在NDS烧路卡里的 安装自制软件以后可以看小说 看漫画 甚至可以看视频和WiFi上网浏览等等 不过不同的烧路卡对于不同的软件的兼容性 也是不同的 以上就是早期NDS烧路卡们基本的发展轨迹 这一局面在2006年9月 随着Ninja DS的推出被打破 这款烧路卡最核心的卖点就是 免刷机 免引导 免转换游戏 这也是我们现在NDS烧路卡的图形 叫做三免烧路卡 Ninja DS因为厂商太小 所以只是隐防的关注 真正让三免烧路卡走向大众视野的还是AceCard 和不怎么营销的Ninja DS不同 AK连着放着几波风声 吊住了玩家的胃口 也吸引到了其他厂商对三免烧路卡 这个新概念的兴趣 AK烧路卡在功能上完成了对老产品的代查跨越 但是AK的缺点就是太贵了 居然要300多块钱 在传统烧路卡都已经跌破200值比100块钱的当时 还是让不少玩家犯嘀咕的 很快各家都掏出了自己的三免卡 比如Easy Flash 5 N3 DSS等 一时间烧路卡市场又是一阵血雨阴风 2006年12月底 一款来自新厂商的烧路卡出现在各地的货架上 它的名字不算稀奇 但是它的故事最终会成为一代传奇 R4 Revolution上市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